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动元件已经杀得非常重 已经反映了未来营收可能会衰退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被动元件 华欣科或是国具或是奇力星 这边看到他们的月营收都是呈现衰退的情形 从他们法说会释出的讯息 也是释出产业会进入一个淡季 然后保守看待后事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 其实被动元件在要走衰退之前 谁会最先知道 内部人一定会最先知道 所以当前期要卖的时候 就已经释出一个讯息 那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这前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他已经跟你讲要卖了 所以这波下来 我们是都没有受到伤的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这边我们也跟大家讲 国具必须要有一个 确认一个藏宏底部形态 被动元件有一个藏宏底部形态之后 确认了那过高点 才比较有机会再往上走 那你可以看到 在10月8号跟大家讲的 一直到昨天还是在破底 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具的走势 国具在这边有形成一个短底 在上次一个藏宏K棒确认短底之后 这边的底部就不适合再跌破了 那如果这边营收可以反应个利空出境的话 那这边的底部就不宜再跌破 不宜跌破 那在这个区间去做震荡的话 那随着月线跟季线口 这边有站上的话 才会比较有机会 但是这边就先看待个区间 万一再破跌的话 那被动元件会再走一个盘跌的格局 那我们再看到华星科 华星科也一样 华星科算是这波被动元件里面最强势的 那涨停上来站上月线之后 但是昨天也是跌破了月线 那今天虽然说有反弹 但是反弹必须要过前天的高点 过前天高点之后 才比较有机会再往上走 那这边跟大家讲 如果你是主力的话 你觉得你在这边会拉上来 让散户跑吗 你会觉得会拉上来让1300 再让散户跑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边 如果这个区间站不上反 站不上反压的话 记得你还有被动元件 这波有去抢被动元件的 反弹一定要先站在卖方 那跌破低点就是另外一个起跌的开始 那我们回过台来看一下价权指数 价权指数 目前会受到美国其中选举的影响 那大家看到影片的时候 其中选举应该已经出炉了 那这边呢其中选举出来之后 会有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出来 那加权指数呢 就是必须站上月线 站上月线之后呢 才比较有机会再往上 慢慢向季线去做靠拢 那同时呢 要回补这个缺口 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缺口呢 一定要封闭缺口之后 空头才会美气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2月6号的走势 2月6号的走势呢 也是一个跳空长黑之后 那就是这个缺口有封闭 所以后面才又走了半年的多头行情 所以这边10300一定要封闭 那空头才会美气场 在这边呢 10月11号长黑区间 在这边会持续做反复震荡 那持续去修正与季线的乖离 目前短线上 先来看月线站不站得上 站不上回头再跌破区间 下缘的话 9700点 那就是再往下 往下另外一个区间 去做区间整理 那目前看起来 多空都有机会可以去操作 多呢 就是找有底部形态个股 空呢 就是反弹上来遇到压力的个股 那目前就是观察 月线能不能有效站上 这样谢谢 谢谢龙哥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财经消息 欢迎加入龙哥的Lineat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